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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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所有的黨團 已經已出席這個會議 那我們 正式宣佈開會 那麼 今天這個黨團 協商會議 基本上 第一案是我們 上一次協商 就是 援會的相關事宜 那麼第二案是 民主進步黨提出了 一個協商案 那麼第三案 是時代力量黨團 提出了一個協商案 那麼我們一照整個 程序來進行 首先我們來 協商第一個 我們的一個 開會的事由 就是這一會期 我們要 延會到 大概什麼時候比較恰當 那這個案子 要不要請處長來 稍微說明一下 好 來 院長副院長各位長編 報告上一次討論的時候 是暫定在7月19號 那現在就是看 各黨團對這個日期 是不是有其他的意見以上 我們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那個總質詢到哪時候才會接觸 來說明一下 總質詢現在預定是在7月5號 如果是10天的話 7月5號 7月5號之後 我們打算有 大概有 4天的 院會 來處理 這一段時間 就是總質詢 這一段時間的 委員會的 通過的案子 所以是在7月12號 8號 12號 15號 19號 那有必要可以加開院會 我想用會必要再加開院會 我想用會必要再加開院會 但是我認為說今天只要在一個程度 當然 他就是一定要總時循環嘛 嗯哼 然後你要就是說總時循環以後 可能有一些 這個法案 從我們要處理 要處理 對 大概就這樣就可以 一個階段 我們在看完事件 好 那7月4號 7月4號 當然 有四次院會的機會 那這個是 因為新舊政府交接 總之你所謂會員的比較長一點 然後我們想一想 差不多多少法案 必要處理 還有國民事業預算 那國民事業預算 那國民事業預算什麼時候開始要協商 6月3號以後 6月3號以後 那各黨員已經交接了嗎 要吹一下嗎 這個 當然 因為 那個還來得及 算一算就是 國民事業預算 到最後是 表決案 有 一定有表決案 很多 也是不多 十多個 二十個還去標關 法案的部分 當然是 我們比較在意 我們比較在意 那 未來 今天 5月31號 現在新政府已經來了 311號總之行 我也要求 新的內閣 應該提出優先法案 這是代表一個負責人態度 整個內閣優先法案 包括各部的優先法案 應該累一累 那再怎麼優先的話 進去審查 叫超越學長一個月 齁 神秘的論 也蠻極的 假如說 沒有特殊的 我 又說看看 我 書號 也可以 好 假如沒有很特殊 我是怕說 開二十九號 十五號 我 我 我再表達一次 七月 七月 我想因為這個禮拜的議程 大家可以去看 幾乎很多民進黨的招委 他都排考察 甚至於經濟委員會 三天都排考察 那你 不是 我今天這個是有因就有果啊 那你說平常排考察 然後最後來研會 這個哪有效率可言 對不對 我認為說你在議事的 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你該做的你就做 不要說平常去排考察 然後到最後再來做研會 做急就章的 這樣處理會認為 那個不是 研會是講 研會 來 我想 可能誤解了 現在這個禮拜 這所謂辦考察的原因 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 上次說過了 人家 520部長才宣示就任 那經過禮拜六禮拜天 今天是第一個上班日 那就是說 因為為了要讓他熟悉業務 所以是只有這個禮拜會這樣 往後就不會了 這個禮拜考察稍多 但是也是有意義的 不是無意義的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把這兩件事情扯在一塊 以上說明 謝謝 來我們看是要15還是19 只要大家一確定 如果我的看法10年以後就可以結束了 你吹五三 還有一個禮拜 幾個禮拜 要認識會 我跟我說 我跟我說 12號恐怕會 只有兩個院會日 恐怕會不夠 會不夠 其實像法治委員會 現在還在開啊 還在組條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還是有一些法案在 那像政權交接條例 交付協商一個月 我是覺得 你可以留一些院會的期間 有一些法案其實還是可以處理的 不然這樣啦 如果說 案子多 我們就架開院會 譬如說 13、14 13、14 13、14 我們就架開院會 這就是 不是啦 定15 如果說就這樣 就像是因為 才說 對啦 那個比較好處 原則 原則定15 原則定15 如果真的是案子多的話 其實你們執政黨就可以協調 你們執政黨的委員 市政總組型改書面 以前也是這樣做 這時間就可以縮短 所以原則定15 好不好 好 那就15 好 好 好 我們就 7月 原會到7月15 那梁鴻鑫 我們兩個都 沒有總事 好啦 還是15 還是15 那必要 也可以提成 你不要再搞你職位 因為我們這時候 很好 因為今年是 差不多要是9號一直開 開到7月 定期會 開兩位去 你又肯定是會 來 那就到7月15 那個是往後的狀況再說 2008是開到7月18號 差不多啦 嗯 沒有 沒有 不確定是會得益 整個法案處理不完 好 我們叫他一起先 先定 好 那第一個案子 我們就 確認 這一個會期 我們 延會到7月15日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 第二個案子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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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商喔 那麼第二個案子 是 是 啊 第14 會議 我們即將討論 四項第三案的 地方制度法 啊 第44條 及第46條 條文修正草案喔 那麼 這個即將在明天喔 就要討論到這一條 那 民進黨黨團 啊 就 啊 發文 啊 這個 希望我能夠召集這一次的協商 那麼 是不是請民進黨黨團來說明 啊 這個案子 那麼提出協商 啊 大家要 啊 怎麼樣來處理 是不是請 啊 總召來說 本案齁 事實上大家很清楚 第一次法修正 實在修正 兩個條文 也就是說 政府院 政府議長的選舉 以及罷免 才記名 齁 那是有基於政黨政治的負責態度 而且與憲法絕對沒有抵觸 那在這個委員會也充分討論過 那討論過當然 跟 國民黨 國民黨 有不同意見 就照顧好協商嘛 那協商也在4月28日已經舉行過一次 那 當天可能國民黨 沒有來喔 沒有 怎麼來 沒有來 反對 沒關係 反對 那因為已經接受議程 那明天要處理了 好 那希望就當然 我們在 繼續尊重 朝委的看法 是不是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有共識 這份的行為 要求院長來組織朝委 以上報告 好 來 那個 國民黨黨團這裡 來 蘇記長 我想齁 我們還是一樣 這個堅持反對啦 因為根據憲法129條 規定 對人是不記名 對事可以記名 而且 不但是這樣子 我就舉一個例子 今天 可能我投張三 齁 那我認為李氏 形象很好 張三來拜託 我口頭給他 就是給他呼嚴一下 但是你盡量是採秘密投票 我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但是 你說我認為李氏 他的形象很好 我願意制止他 張三我只不過是呼嚴 但是你要是說 這個記名投票的話 張三要是今天有黑道背景 你答應他 你講了以後 你今天沒有投他 可能以後你就沒完沒了 對不對 那你怎麼去行使你的自由意志 那那個秘密投票箱 就不要設了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憲法129條規定 對人 就是 不記名 對事 就是記名 那是負責任的態度 所以說我認為還是 以憲法129條的規定 齁 我們不要去抵觸憲法 以上 這個憲法129條規定 答案很清楚 本憲法所規定 本憲法所規定的各種選舉 憲法規定的選舉 除了本憲法有特別規定的外 採普遍平等 直接無居民投票 行使 憲法常常並沒有規定議長 府議長選舉 那至於 院長府議長選舉 那是另外 那個當然憲法有 有提到一個負選制而已 那針對地方知識的所謂 你上面所有法案 法律案 乃至於憲法 都 都是沒有違憲 絕對沒有違憲 我也有自已 他並非憲法所規定的選舉 好 好來 是幹事長還是 紅坤 好來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不過有一個邏輯就是說 我們現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長的選舉 是依照我們的憲法 來規定是用無居民投票 我們在中央立法院的政府院長選舉 我們沒有居民投票 可是我們去要求地方的政府議長 要求居民投票 這個必須要有一套說詞 不然你說我們自己不居民投票 然後要求地方的政府院長選舉 要居民投票 這個可能在說服力上 可能會弱一點 一定要我補充一下 來 依照憲法第129條 規定 其立法的目的 是保障 投票全人 其自由意志 免疫不當的干擾 所以說我剛剛特別提的就是說 你今天 可能有一個黑道很大尾的 他來拜託我 我跟他說 會啦 我就會聽你 但是另外一個人形象很好 我認為我要支持他 今天要是說秘密投票 我可以行使自由意志 但是我今天口頭答應那個 黑道很大尾的 一口頭答應 那今天你一露出來 你這一輩子 你沒完沒了 我剛剛已經再三強調 你就沒有辦法讓他自由意志的去發揮 對不對 我一定要選一個 我認為說這個人形象好 他可以 好難及其他人 對不對 但是你要是答應以後 你就沒完沒了了 我幹事長 是這樣子 第一個 先說明 這個是議會裡面選議長副議長 是議會裡面選舉的自治事項 你讓我把理由說完 第二個 過去屢次發生這樣子 所謂的量票案 最後經過司法院 跟最高法院的決議 確定 都是無罪確定的 所以 也就是說 雖然過去法律沒有定得清楚 但是 各級民意代表在執行的時候 他的量票 最後法院也是認為 這是議會自治事項 根本就不構入 這個 所謂的這個 洩漏秘密的問題 第三 現在時代改 走到這個地方來 地方的議員的選舉 選出來他們是民意代表 要為他投票的那一票 向 支持他的選民交代 負責任 如果 你完全是秘密的投票 反而變成事務上 現在事實上操作 變成賣票的溫床 買票賣票的溫床 在台灣 衍生非常多的爭議 剛剛 林德副委員講的那個說 如果一個黑道很大尾來拜託 黑道很大尾來拜託 就不應該答應他啊 黑道很大尾你還拜託 你還 口頭上面答應他去議會議 結果是做鄉院 事實上你沒有要支持他 所以我是覺得民主政治 走到這個時間 來 要透明化 受選民的付託 勇敢的表達 投票出來結果 是選民要求你支持誰去支持誰 而不是 四處答應 然後四處說好處 那最後 最後操作的結果 或許少數人有林德副委員講這樣子 是為了要躲避這些麻煩 但是更多人利用這樣子的 這個黑幕啊 在中間 做這個 賣票買票的勾當啊 這個在我們 自治史上是非常的明確啦 為了讓台灣的 地方議會的選舉 步入正軌 我們堅持認為 要 記名投票是有必要的 那你 你的看法就是 記名投票就不會匯選就對了 那個更明顯 我拿到你的錢 對不對 你給我50 他給我100 我都投給100的 對不對 我有拿到你的錢 我有投給你 但是你投給誰選民知道啊 要為你支持你的選民的負責任啊 那這個就很清楚啊 對不對 好 匯選是一回事情啊 這個 政黨政治的原則是一回事情啊 也不要以其他例子來說 這個 這個 對 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來我們請一下那個 時代力量 許總召 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其實呼應剛才 李鴻鈺總召講的 其實我們是從中央到地方 我們都認為 對 像上次 立法院院院長 政府院長選舉 我們都表態 其實我們就覺得應該是記名投票 好 那我覺得地方議會也是應該是這個 那這是責任政治的表現 不是啊 因為你要跟選民交代 你最後議長 剛才前面講 你的態度是什麼 那另外在實務上 這個 目前議會裡面 甚至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 所謂量票 這個實在是 實務上其實是真的很難看 不如就記名投票 那法案其實問題也一樣 剛才 在林德普總召擔心的問題 其實在法案上也會發生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記名投票表決 不論是中央或地方 都是這個態度 這個其實 聽起來正面思考 跟反向思考 都有它的邏輯在 就是說 你有記名 有記名的它的盲點在 不記名也有不記名的盲點在 如果真的要搞會選 其實不記名記名 都會有問題在 我想這個已經變成 每個政黨它的 該有的基本立場 我是覺得 協商這個應該不會有結果啦 乾脆就用 到最後就交付院會去表決好了 好 那個 好 來 我們上禮拜 我們上禮拜在立法院時候 法治委員會 有修改立法院政務院長 付錢辦法 改為記名 這是用政治態度表展現 我認為 當然已經在談話的態度 要彼此互相說服似乎有困難 所以 這個法案這兩條 是不是叫我佣金委員 我們明天就 照成績來處理好不好 好來 許二元 謝謝院長 確實啦 因為剛剛 每一位 我們自己的 委員的看法 包括我們在司法委員會 已經正式有很多的委員 希望能夠支持在 立法院的院長跟副院長的這個 進行投票 但是我們一直在擔心的就是說 你頭過 心頭過 你後面 包括你立法的議會 自己的代表會 都發生這種問題 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在地方議會 事實上還是存在 剛剛我們提的那些的問題 既然大家有這麼多的爭執點 其實剛剛我們柯總召特別有提到 在憲法的129條的規定當中 並沒有說 院長跟副院長不能夠 來做進行的投票 但是他129條憲法的立法的精神 就是要保障我們的秘密投票 這是希望我們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所以我希望我們立法院 不要另外把它拉出來 外界會覺得我們一直不斷的 在很多的議題上去做擴權 所以既然沒有共識的話 我想這個議題 我想我們就到明天的話 我們可以自己保有 我們自己各自的立場會比較適當 謝謝 好 好 那第二案 大概 每一個黨團都有充分發源 那基本上 第二我們就學商沒有共識 那就依照 就交院會依程序辦理 好不好 好 來我們現在進行第三案 第三案是 市政會 我再補充一句話 好來 您說 那我看以後 表決以後 那些投票槍全部都不要了 這很像少人 你今天行使投票 為什麼要行使投票 秘密投票 對不對 你當然就是投票 就讓大家保有一點 就是隱私的空間 對 對 不是 如果 我是同意 那個投票箱是不用了 對 我們就是想投版 對 我剛剛有在處理 那個後續 後續 看看法令的通過的內涵是什麼 再配合辦理 那你如果處理什麼之後 不 叫大家請一請 拿一個視線好嗎 什麼 你有同意拿一個視線 沒有 這不是我 視線 我同意 對啦 對啦 不是我同意 對啦 各黨團要怎麼處理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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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們說的是 對話說的 有他的邏輯在 因為 就好像講的 我們立法院這邊 政府院長 政府院長投票 因為這是抵觸到憲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不能記名投票 你現在地方自製的話 如果這個邏輯你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是有一點他的爭議的地方 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覺得有疑慮 其實也應該是請相對的 這個來針對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這個讓我們各黨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可以請這個法律專家 我覺得應該是請議事處包括法律專家 針對這個部分再研疑一下 真的研疑出來或怎麼樣子 我們再重新再來開一次 我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適當 反正時間還有嘛 反正真的 談不下就是 其實我也覺得談不下就表決啦 他們不過在法的行為上 再給他們解釋一下 當下的不急 如果大家聯合不少不少去表管 因為喔 一定要報告 這是民進黨拿出來 今天沒有行政機關來表示意見 內政部也沒有表示意見 對不對 那個 還要帶 對不對 這是民進黨拿出來喔 抱怨阿 我再表達一下 好來 江偉 我想如果這個案子要表達 要表決 我也沒什麼意見 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說 今天法院的判決是講 這是地方自治事項 所以亮票並沒有違法 但是法院沒有判決說 你一定要亮票 它是屬於地方自治事項 那是不是應該回歸到地方自治自己去決定 對不對 你現在是用中央法規來強制地方自治事項 要怎麼做喔 所以我們在立法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立法委員 要負一點責任 這些事情不要太衝動 也不要因為某一個單一事件 單一事件可以來檢討這個法律 但是這個檢討法律之後的通盤調整跟整體性的適用 它可能帶來對我們民主的衝擊 還有地方自治的衝擊 是不是要考量 第二點 520之後上台的新政府 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也希望尊重他們 因為我想立法院沒有錯是民意機關 但是是多元的民意啦 那如果這種事情要用表決的方式來處理 不是不行啦 但是留下的一個印象跟結果是什麼 可能我們要想一下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不過剛才江委員第一句話 要不要處理他沒有意見 這是一個結論 最重要的話 你一開始講這句話 好 不然現在後來後去 我們好像要拖延 我是覺得前言不對後語 你到最後你也沒有什麼意見 這個持平論 這個案子早就超過一個月 持平論兩個禮拜以前就可以表決 那院長這方面我們當然研究一下 不後來是我們跟他搞事要給他表管 所以再安排曹瑋翔再來談一次 事實上委員會曹瑋翔已經沒有結論 所以我們再忍耐一下 再安排曹瑋翔還有今天 本來上禮拜就要曹瑋翔 因為院長也茫茫的 為520他就要接任外賓等等 所以我們那程序委員會早就 其實我告訴你 兩個禮拜前就可以變個議程去處理一下 但是我們認為還是大家說一下 不然要做英講 是定位要做英講 尤其他人看得不好 所以壓到今天 這是不得已的 我們絕對有要誠意要跟他談 這談的結果 剛才您就說要視線 沒有關係 你也過人數 4分之1來去視線 這個問題當然正反兩邊都可以講的 講得大家都各執其議 我們今天講這種政治 我們態度 我們對這個案子的態度 所以說 你說 你還說 你再說一句話 還是真的 所以你要視線我們當然尊重 好 這個 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 我們在這兩三天 請內政部的相關的官員來 我是覺得應該要再拜一個專案報告 不要再專案報告 這個法案都審查通過了 這個專案報告 有啦 我們來拍一個說明 我們下一次 這個 無謂抵救總尋尋 能夠審查法案的時間不多 是 那這個是我們 一開議的時候 就第一個提 我們第一 大家注意 我們開議的時候 民進黨的黨團提兩個案子而已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開始委員會審查 一個地質管修正 一個 總統交易條例 總統交易條例搞得已經 已經過時效 你這個再偷偷的過 怎麼 這樣拖來拖去 這個問題 有急沒有急 這樣子啦 各有政治的情況和判斷 我們27號 27號還有院會 那我們這兩三天 就請內政部相關的官員 我們就27號早上 我們27號早上 我們來再召開黨團協商 沒有沒有 27號 你這兩天今天是23號 24號 這兩三天我們就來 請相關的官員 來做說明 好不好 27號 我 我並不認為說 比如說相關政府官員 行政部門官員來說明 那國民黨就會改變立場 這只是在拖延時間而已 你不能講這樣說 這樣就拖延時間 林委員我把它講完 因為這是民進黨提出來的 林委員我把它講完 齁 就說 除非你們真的是覺得你們的疑慮是有個什麼法律上的 除了前面講 憲法上就是要釋憲嘛 法律通過以後再做釋憲 否則前面講自治機關來處理 這本來是地方議會的亂象 我們怎麼可能叫地方議會自己來決定 這個我來講 我是比較持平講 我也不是在替誰講 在立法院憲法 他就已經明定 然後我們就叫憲法 政府院長不記名投票 然後地方的話 那究竟是不是有沒有這樣子 只要來說服我們嘛 好我們了解 現在最主要是這個癥結讓我們了解 了解了以後如果大家還有不同意見就表決嘛 對應該這樣子吧 我們在27號之前 再召集一個黨團協商 請相關的部門的 來說明 那說明還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我們27號就依照 院會的程序來辦理 好不好 好我們就這樣子 好來 憲法方面 問憲政協者 今天沒有危險 對對對 一二九想看清楚一點 第三案 第三案是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上一次 時代力量也已經 黨團也 召集過協商 那我們在這邊我也召集過一次 那現在要不要請 徐昭靖再說明一下 我想主要是 上次召集協商沒有結論 那國民黨黨團就自己又發一個聲明 那我意思是說 如果協商很清楚是不會有結論 那是不是真的要等一個月 其實是不是可以直接送到院會表決 我想我們表達我們的立場 我們已經直接主動發聲明 對啦 所以說 我們協商我們也不會跟你做任何的連署 就這樣 對林委員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受一個月這個約束 就直接院會處理 那你們自行啊 我們不跟你聯署 我們已經表達 我們已經給社會選組織了 對 因為齁 71條裡面講 協商沒有結論一個月後定期處理之 那其實我看兩個案子 因為我覺得這跟未來遊戲規則有關 其實這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暫行條例第三條修正 以及所得稅法部分條文的修正 你們其實都沒有滿一個月啊 然後就直接進入表決 蛤 同意 同意 對啊 那個是朝野有共識 那朝野沒有共識當然就一個月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拖一個月 那個洪金你有什麼標示意見嗎 我沒有特別啦 如果人家不容易 你自己的新聞 現在沒有 好來 好來 劉瑋 我們也覺得說相當遺憾 上個禮拜 時代力量召集協商的時候 那個國民黨團 並沒有把他的版本拿出來 那我們也都提醒說 5月23就到瑞士日內瓦開會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團呢 自己又寫了一個函要給WHA啦 裡面又提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表達 全部的立法委員的那個決議 實在是很糟糕 那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時過境遷的東西 更何況我們自己的官員 能不能直接到WHA去平順的度過這一次的會議 都還不知道 那結果我們的所有的黨團裡面 都沒有辦法一致性 我覺得我還是非常感謝時代力量 他們其實讓了蠻多 就是我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是希望說可以一致對外 那到目前為止確實是這樣 就立法院的那個國民黨團 自己寫一封信要給WHA啦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妥當 我看這樣子啦 現在我們的代表團已經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的代表團受到打壓 或者不平等待遇的具體事項 我想今天明天就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真的是受到非常大的侮辱的話 我覺得我們朝委那時候 來共同擬他的一個聲明 我覺得是合情合理 現在的狀況會怎麼樣還不知道 我想我們先看這兩天 他們代表團在那邊所受的待遇 是什麼狀況 再來決定 李委員做這樣的建議 我想他的想法我非常認同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這一次既然去代表國家去參加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順利 你今天寫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字字節節的 產生一些後遺症出來 對不對 這個對大家都不好嘛 林委員 沒有協商結論 自己先去發一個信的是你們 你們講的一些立場 對不對 是不是有造成 我們沒有用共同發表 不是我意思說 那你們去講 你們的立場 我當然知道那是你們的立場 可是你們立場那些原則 會不會在那邊造成我們代表團的困擾 難道你不覺得這個有問題嗎 從過去七年多 那第二個 委員我幫他講 那如果協商沒有結論 你們那時候是到底你們有沒有版本也講不清楚 還是你們不想發 那沒結論之後你們又自己發 然後你又限制 也不是限制啦 因為這個條文關係使得 院會不會有一個共同結論 我的意思是說 七十一條 真的這麼神聖嗎 如果像前面講的 地方政府議長已經過了一個月的協商期 也協商沒有結論 為什麼還要繼續拖 那這時候就講共識很重要 那你們自己發文出去 共識就不重要 對不對 我是說 你不能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們覺得共識很重要 所以千萬不要處理 那這個共識不重要 我們自己先發文 你們立場要一致啊 所以案子你們最好要 consistent 院長 在整個的這個協商 本來就是沒有共識的事情 才需要協商嘛 不可能每一次的協商 他都會有他的共識存在嘛 那你不能說 每一次你協商沒有結果 就扣國民黨帽子說 你們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樣協商一點意義都沒有 上一次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國民黨確實有明確的表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函當中會包含的九二共識 這個是民進黨的時代力量不會接受的 所以在這樣大家沒有共識之下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發一個共同 大家沒有共識的一個函呢 今天我們發給WHA 也是以國民黨黨團的立場 並不是以立法院的共同的立場 我想在這裡請大家能夠理解 謝謝 好好來 非常遺憾 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 你國民黨黨團發文 當然不能以 這個立法院的名義啊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嘛 這不用解釋 但是我們很遺憾的是 我們過去好幾次的對外事件 大家至少都還有發了一個共同聲明 大家有退讓 好那是有共識沒有錯 但是我們過去 不曾發生沒有共識 然後黨團個別發函 你黨團個別發函 給一個國際組織 人家國際組織會混亂耶 這是一個笑話 你一個民意 你一個國會 到底有幾個黨團 那你到底我一個 國際組織要接你們幾個黨團 幾個函啊 所以我是 兩張的函就本來讓人家混亂啊 那是你們亂搞嘛 什麼我們亂搞 他邀請的是 我們就把一張函 我們是我們亂搞 我是說這個建立了一個 非常壞的示範啦 以後 如果沒有共識的東西 結果以後一個國際組織 可能接到我們立法院 如果有幾個黨團 有幾個函 那人家國際組織 是怎麼樣看到我們的國會 我們國會要如何跟人民表率說 我們再一次對外 之所以時代力量會提出 這一個協商 就是希望黨整個立法院 能夠凝聚一個共識 如果不能凝聚共識的時候 應該克制大家都不要發函 讓國家有一個態度 而不是個別發函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這樣講話 我以後個別立法委員 我可不可以發函啊 你也可以啊 那你這樣子就 這樣子有什麼一致性呢 我就說你們 綠下有一個不好的示範啊 你衛福不發第二張函 就是一個不好的示範啊 不是嗎 好來 來來 好來 主席江維你也是學外交的啦 真的我們已經鬧了兩個笑話了 第一個笑話就是 我們政府部門 竟然會發兩個函 給一個重要的國際組織 而且內容可能是有矛盾的 現在我們真的感覺到立法院 整個立法院被國民黨突襲了 一方面 不讓我們發共同的聲明 或不願意來背出這個共同聲明 另一方面又私下 希望 好外交部來轉發 給世界衛生組織 衛生大會 這樣一個信函 我們會要求外交部不得轉發 拜託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直接直播 理由很簡單 因為 在國際社會裡面 人家不知道你這個黨團 到底代表誰的立場 講難聽一點 人家知道你是執政黨 或法律黨都不知道 如果今天所有黨團 都可以釋風興趣的話 那對國際社會來講 這是個很大的笑話啊 因為國家進行有四五種立場 沒有錯 立法院是多元的 可是對外的時候 應該是一致立場 如果沒有一致立場 那至少不應該 個別立場要凸顯 要蓋過其他黨團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突襲的作為 對其他黨團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個算什麼突襲 我們一開始協商的時候 就沒有交集嘛 我們很清楚的表達 並不是說我們支持你 然後最後我們又自己發聲明 請請坐嘛議長 對不對 我們台西君就沒錢了 這個以後院長可以制定嗎 假設是叫我們定的規矩 那之前沒有 你不能說我們自己 我們立場不一樣 我們就不能講 對 好 好 現在大概有兩個 大概 有兩個方向 大家可以做處理 第一個方向就是 李委員建議 這兩天 如果在我們的代表團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會 有受到這個委屈 那所有的黨團就一致 對外來做聲援了 那第二 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默契 未來這個共識 大家在協商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從現在開始 協商的議題沒有共識 還沒有宣布大家破局之前 沒有共識確定之前 最好不要有各自黨團的意見 再出來 這個就會引起爭議嘛 我們大概有這樣的默契 那以後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有個淡數好不好 如果剛才李鴻君委員這樣講 我覺得因為情況也變況 對啦會有變況 可是如果大家覺得說 有需要發個聲明 因為這個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各黨團就不要再提什麼 政黨協商一個月 我想喔 我們才開幾天的會議 這個部分要是說真的有 有突變 有任何問題的話 有任何問題的話 到時候 院長再來召集 然後我們要再研究 我們這樣子啦 如果未來 如果未來 協商沒有共識 各自黨團要發聲明 那我們 也可以在這裡 讓大家知道 我們自己要發聲明 大家喔 你們都遵照 但是 但是如果沒有喔 就是沒有的話 不要 因為 畢竟大家有協商共識 都是在 協商期間嘛 未滿一個月 那未滿一個月 有可能我們會成功啊 那如果黨團 在 還沒有 協商 這個沒有共識 未做結論之前 自己就發聲明 這個 的確是有一點 院長我覺得齁 如果聲明協商沒有共識 各黨團是不是可以發聲明 也要列為協商結論 如果大家不同意的話 那各黨團 其他黨也不能發聲明 來 如果照這樣子的話 很嚴重喔 對 以後 這個 這個不太容易執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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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協商是非常多的 內容細節是非常多的 對 是比較沒有辦法執行 是非常廣的喔 對 然後 黨有黨的意見 這個 每個黨都有他的看法齁 那你當然在超越協商 內容或許會這個 我是 我是覺得OK齁 大家都不要講話齁 那以後對任何媒體也都不准講話齁 那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喔 那是兩回事喔 不是 你發函去給一個國際組織 跟我們 等一下出去以後跟媒體訪問 那是兩回事 因為現在院長所提的 跟這個國際組織是兩回事齁 是超越協商沒有共識的時候 不准對外發言 未確定 未確定沒有共識 確定不准對外發言 對外發言 不是 發言是難免啦 我們不是發言 我們講的樣態是這樣 對啦 來 立法院要發個聲明 針對一個國際事件 不論是充值鳥礁 不論是南海 不是 委員我把他講 不是 我講完嘛 我們這個事情的情況是這樣 那政黨協商沒有結論 那國民黨自己先發一個聲明 剛才有委員講 這是被偷襲 那我們當時的態度是說 按照77條沒有結論 那我們就等嘛 我們有沒有立場 我們也有立場 我們可不可以發聲明 如果按照你們的立場 可是我們有個聲明在那邊 在協商啊 對不對 對啦 對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說 這個事情實在太重要 各黨團非得發聲明不可 就當作協商的結論 對啦 好啦 就這樣處理 對 我講是聲明 就是大家互相 預告一下也好啦 阿不 好 來 市政雄上次 我們在協商過程 我們就是 很清楚的表達 我們不連署 我們不 而且我們要自己發 那時候大家也沒有什麼意見 上次協商的時候他們 那時候 那時候 院會的交易 還是請 時代力量黨團 要召集協商 那 召集協商 表示這個協商 還在進行中 不過這個 大家 當時沒有講清楚 那就過去 但是未來 我們還是朝這個方向 不然協商一個月 現在不 不一定有結論 搞不好一個禮拜之後 就會有結論 也不一定 因為這個整個的形勢一直在變嘛 好來 來 司方 院長 那個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以前是這樣子 我們就過去 未來 但是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今天這個時候 可能國民黨的黨團 他們要求我們的外交部 在瑞士日內瓦 遞交他們自己的信函給WHA 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當然不行 國民黨黨團已經否認 國民黨黨團要否認 我們自己已經 我們自己已經送出去了 而且我們是沒有直接送到那裡去 我們根本就沒有透過外交部 你去了解一下 好 那這個 好來 來 總召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外交部 就直接講就是說 因為外交對外是一致的立場 如果沒有立法院的權力的這個決議文的時候 這沒有問題 他們也沒有透過外交部 我們就轉達給外交部 第一個用傳真 第二個用快遞 我們自己處理 沒有透過外交部 就是沒有透過外交部 沒有透過外交部 沒有透過外交部 這個很清楚 好來 我講一下 今天我們很多人在一起談 但這個事情對國家很重要 我們應該有一次的立場 當然你都立法院抄外交 沒有結婚以後要合格 如果也有自治於發函 這個也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國家大事 國家大事應該站在一致的立場上 國民黨也是要稍有絕制 你怎麼可以用國民黨黨團 我知道 民意黨團的民意直接出去 你聽我把它講完 民意黨團的民意直接出去 也沒有人知道什麼叫KMT 好嗎 所以這關的事情 你不能這樣做 對於沒有 你要思考 國民黨今天到今天 一定要徹底思考很多事情 要重新翻轉你的思考 你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站在一致的立場 那我們國家 對於一中原則 是絕對不可能接受 那何必大家跟他規則 然後他們說 我們這九個公司一中各表 還在在這模糊 國家內部的公司 應該先建立 國民黨要調整自己的想法 和民意站在一起 以往這後不出 亂買筏 第一要 外交的大家大家發情文 都不像話 我是希望四個而知 好 那我們第三案 也沒有共識 那就朝剛才做的結論 這兩天如果情勢 有特別的變化 那我們再著急黨團協商 針對本案再來做處理 好 這是這個 好 OK